我坐这里好吗 别 你坐中间 行 面对面坐 算了 我坐中间 等一下他过来又不好坐了 我感觉刚刚巴顿还蛮适乐的 我其实也在他们两个当中犹豫 因为巴顿给我的感觉 他就是一直是 比较温柔像的那种 我其实我们平时在宿舍 他基本上什么风格都会玩 我反正就是有一点点小担心他 也还蛮害怕他就是太内敛了 然后他的表现力会不是很够 那你之前跟他相处 真实的感觉是什么 他竟然是会说那种睡觉觉的 那种人 你知道吗 我形象长度人 我就全中国最硬男人 我真的是 他是这样 他跟我也这样说话 是吗 他用叠词 对 他平时给你发微信的语气 跟他平时不一样 不一样 他是那种撒娇的 对 他是那种撒娇型的 这很反差萌 对 很反差 这很搞笑 我要是个女生 我可能就好喜欢这种 好 好 巴顿应该是不会去别的地方 对 不会去 那我就希望小白被选走 不知道他刚才说他会去别人 那是真的假的 但我觉得应该他不会轻易放弃你 他不会轻易放弃我 但是他也不会轻易放弃别人 我来给你捋一捋 我反正这一个就是相亲大会 然后第一集是跟这个Jerry Z 他好花痴 然后又烧了一个像那种儿子一样的小白 小儿子 对 就这种感觉 突然天降一个 天降巴顿 天降巴顿 这个冷酷帅哥 冷酷帅哥 巴顿 然后我就突然 就是我从一个很远的地方 突然蹦出来了 你这个确实是有点 然后我在他们两个之间 悠悠悠悠最后选择了你 很丰富 不很丰富 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了 我知道 只是这样看起来确实很好玩 怎么这画的都是谁 你猜我画得像不像 你看能出来吗 反正不是我 都是很有个人特点的 就我们选手 这是Mafia 是不是很像 这个眼睛这么大的是 音乐吗 其实我一看想画NUDDY的 后来头发画撇了 但是说是乔帮主也OK 这跟乔帮主有什么关系 它也是差不多这样的 它是整个一头卷毛的 但是 对 但是头不太像 头型不太像 对啊 这个是 有长得这么方的人吗 对 是他的 有长得这么方的人吗 我想问一下 就是 就是 不至于吧 就是 就是老权NUDDY一起的 你说 你好意思把它说出来吗 GT9 它不是这样的吗 有这么方的吗 对 它就是这么方 你可以画一个我吗 那稍微有点难度 不行 我想看一下 不行 不行 我想看一下 不行 我隐隐约可以看到你画的这个 随便拍一下 拍画的 你的脸型真的 你的脸型真的很难捉摸 我的画功有限 画功有限 但是我有把你的眼睫毛很生动的还原出来 眼睫毛我倒是真没看出来 就是很整整有神的那种